看了五分钟我就决定要买了 指着室内设计图 为了帮儿子买房 看上这间预售建案 却成为恶梦的开端 会在新北树林保安街的这个建案 由于附近有公园市场 还有电影院生活经能相当的好 在2020年开案之后 就全部销售一空 不过可以看到 目前是全面停工的状况 疑似传出建商因为资金不足 现在宣告倒闭解散 这是一个蓄毛的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恶意 分开制约书发生至今 梁小姐仍不敢置信 自己竟然成为烂尾楼苦主 更质疑表弟明年就要完工 却连主建物都未见到 原先信托专户的一八百多万元 如今仅剩七千多万 当初付的百万订金 眼看就要写本无归 让他气愤难平 支持续建 但是续建 我又担心的是建材 它不会用到跟之前一样的建材 利率它是一定是比银行高的 那一般你体质好的建商怎么会去选择 这个民间的贷款 原真建设里面的股东成分结构是有他家族里面的人 是合法掩护非法吗 左手过右手吗 就怕选择推荐清偿原真建设债务后拿不回半毛钱 选择续建又担心建材大打折扣 甚至得再加价让多数住户左右为难 但更怕沦为法拍 血本无归 专家直言根本是小孩开大车 王杠杆 王子自己 对原成购户来讲都不是很公平 最好的情况之下 他们必须要补差额 最坏的情况之下 他们可能连一毛钱 甚至连房子都拿不到 对于种种指控原真景委由律师事务所回应 表示会积极与成购户一同协商讨论 也会设法找寻策略性投资人进行续建 但最大债权人不是银行而是租赁公司 649坪贷款9亿元 种种疑点让住户越想越不对劲 专家提醒民众买预售屋 还得避开一岸建商小心为上 现在视频率是谁的副词 台北报导 那种文化 thuẫn 2.3.5% 4.4% 4.5% 5.6% 5.6% 5.6%